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从做这件事以来 那段时间是相对于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很多医生就劝我说 说你现在肯定是跳不了和不能跳 困难吧 我觉得都要克服 挺难的 也挺崩溃 家里边就是基本上都不支持 妈妈支持也是因为我跟妈妈聊了好久 然后磨了好长时间 勉强同意了 因为别人的想法然后放弃自己的事 我妈那么具在意别人的想法 这个是我的梦想 我觉得如果因为别人一句话就轻易地被击碎 那这个梦想也太脆弱了吧 做事成绩了就把人画目相看 就是在证明吧 我觉得别人的评价是肯定是很正常的 我的思维模式是一直劝说我自己 去不停地弥补自己不足的地方 强吧 不强吧 还说想放弃 多大了想过 算什么 不算什么 不算 你别把自己想的猜测 对吧 每次说完这句话之后 然后就会说 该干嘛干嘛去 我觉得我是会通过 就是不停地给自己洗脑吧 然后告诉自己 虽然是别人看起来会很高兴 但是因为别人心里很热爱他 所以就是 就是开心的人 我就是我选择这个东西 那就是我对他有足够多喜欢 我做这个不是为了想被别人关注 我会说你爱这个东西 你不是关注了人气 你上台其实就想把你的作品表演好 喜欢我呢 然后做出来我喜欢的东西给他 当你就是支持我的人的这些期待 别让他们给爱废了 我们婚姻女孩 婚姻女孩 婚姻的女孩 婚姻女孩 婚姻女孩 我们婚姻女孩 婚姻女孩 我们婚姻女孩绝不忍输 是绝不忍输 绝不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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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女孩 绝不忍输 救助 BCR1 顺利出道 一定要出道 在早日出道 我给你们打抠 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自自打火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婚姻女孩吧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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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